好 另外聚焦 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戏指尖的路段 因为土石二度摊坊封闭 一大脚的基隆通往台北道路 除了国道三号以外 几乎通通都塞爆了 虽然台铁家开列车输引旅客 但还是有很多通勤族上班迟到 而对此的民进党金融市长候选人蔡世英 也特别打了电话给劳动部长 要为塞车迟到全情掌金全飞了的上班族 套个公道 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戏指段 道路封闭一大早上班尖峰时间 基隆到台北的联络道几乎都变成停车场 不仅高速公路走走停停 基隆迈京公路戏指新台五路大同路 几乎都塞到动弹不得 不少原本搭乘国道客运的通勤上班族 临时改搭台铁列车 交通受阻通勤时间要多花三四倍 从机楼到台北上班迟到全情奖金不翼而飞 民进党机动市场候选人蔡世英来到摊坊现场 勘灾的时候表示 目前除了要求台铁加开列车加挂车厢 还拜托基隆港公司上下班尖峰时间 让出道路暂停大型货柜进出 同时也打电话给劳动部长 实际上在劳动部天然灾害劳工出勤 工资几乎要点中就有规定 劳工所在地发生天灾阻碍交通 导致上班迟到或无法到班 雇主不得扣发全情奖金 而国民党机动市场候选人谢国良则认为 这次天灾极可能是因为人谋不脏 所以我必须要去问一下 是不是这一次的摊帮跟他们没有固定检修 没有固定维护有一个很直接的关系 我认为应该是的 因为我在任内的时候都有在做这些维护的工作 但我在卸任以后 这些维护的工作就停止了 谢国良强调他在立委任内 就争取到4亿多的经费固定检修 国道一号基隆到台北段的路肩编拨 没想到还是发生摊放意外 实际上基隆往返台北通勤人数众多 只要碰上天灾或台铁故障搬车延迟 基隆地区通勤的民众就必须自己承担苦果 记者黄玉杰基隆报道 好不要说今天一大早上班 尖峰时刻大塞车市场截至目前为止 细节往台北市的方向 依旧是交通相当庸塞 主要就是国道一号南下系纸扎到边坡 在昨天晚上二度走山 因此目前的封闭路段又扩大了 基隆和无睹等等民众只能改道来通勤 但不只是在平面道路 国道同样塞不停 民众超级无奈 喇叭上滑巴一早系纸陷入交通大黑暗 车潮民运不绝几乎停滞不动 因为国一南下无睹入口 跟无睹到系纸的逐线封闭 通勤族只能改道 在车阵里塞到超无奈 超塞的耶 我从来没看过这里都没有塞过 今天我还有点迟啦 原本是要打火车过来 后来看看时间还不及赶快过 才赶快骑摩托车来上班 一转到新台湖路上面 就整个卡住了 差不多二十分钟 开多久 就开了差不多一个小时又十分钟 同情时间直接反潮过三倍 因为看看这路段全都红通通 另外包括星星路口 大同路 细平路口 还有康宁街跟民风街口等 通通都是塞了又塞 甚至到十点半国一南下 八堵到大华系统 大华系统到无睹 都还是呈现此报的状况 还有网友PO出塞车骑警 其他人留言还以为是返乡的车潮 一大早塞成这样太神奇 甚至有人开到一半就回转 直接请假 小跑步赶着搭火车 就怕上课上班迟到 十一月二号晚上台铁宣布 加开两班吉隆到树林的区间车 就希望疏解车潮 怕十点要上课 我怕来不及 所以那个新台湖路那边 要搭公车的话会塞 所以想说搭火车 直接到北车比较快 网工局也提出改道方案 像是基隆八堵的车辆 想往国道三号 可以从基金交流道 国一南下 往系只出口车辆 则要提前下五堵交流道 也想被莫探房 让通勤族塞到满满无奈 记得张小元张小林台北采访报道